这一单其实不是咱们跟东南亚的这个高铁上的最成功的一单 更成功的是之前印尼的这一单 也是咱们的第一单 就是标志性的更有代表性的这一单 印尼那一单呢还有一些未定 它只是个异项 因为中老中泰呢是基本上就敲定了 没有什么问题了 印尼那一单比缅甸那一单呢要靠谱一点 之所以说印尼这一单是因为 就是我看媒体的各大标题 因为都把这一单作为中日之间 在高铁上的这个基础设施出口 这个问题上的竞争点来说 拿这个来说是 因为开始啊 开始日本觉得它是十大九稳的 因为它和日本传统的这种关系 和印尼传统的这种关系非常好 非常好 然后呢恰恰印尼和中国吧 在历史上有很多矛盾 所以呢安倍就觉得这一单我是十大九稳 但是没有想到印尼呢 这个政局变了以后呢 这个新领导人上了以后 他还是全方位考虑 然后特别是中国在高铁方面 我们还是有和日本不同的优势 因为日本它的优势 它就是一个是安全性 它五十年没事故 这一个 没有大事故 没有伤死伤人事故 事故也有 它事故有 但是它的事故 它是人为造成不是高铁本身带来的 不是技术造成的 对 因为它是那个 比如说奥姆之礼教 它往那个地铁里边放那个毒气弹 它是这种情况 高铁本身它没事故 所以它拿这个呢 它在走遍全世界 但是中国呢 现在的高铁技术跟日本比呢 实际上我们有好多优势 这个我看新闻媒体都给它总结出好多优势 我们一整套的 一整套的 什么 一个是我们这个 这个现在总量全世界最高 我们是1.7万吧 1.7万 现在就是世界高铁60% 实际运作的是在中国 对 那么工程这个玩意呢 就是你做的越多越靠谱 对 你为什么成为老师傅啊 就你干30年了 为什么我学徒啊 我才三个月 可是日本干的时间更长啊 不是 它的量小 它量小 而且日本有一个 我20周年前坐日本高铁的新开线的时候 非常感动 从东京到京都 哎呦 这个火车能跑到210公里 对 不敢想象的事 对 人类奇迹 日本也非常骄傲 对 但是你后来为什么积累 经常是说那个呢 建设空气的问题 所以说中国还有一个优势 建设空气短 其实印尼项目 其实显然就是 中国就是三年时间 我给你搞定 但是日本呢 五年以上 所以呢 这个又比不了 再加上中国还有成本 人家一个总统的任期完了 对对对 所以算我真认的 还是算下一任 对啊 所以中国空气短 也是全世界最有名的 再加上呢 中国现在还发现了 原来不是说我们 这个没有自己的这个 这个主打技术 但是现在不了 这个高铁的有中国心了 这也是一个突破 就是我完全是属于 中国自己知识产权的 有的时候日本报纸啊 经常能说你这个东西 是模仿我的 日本报纸经常有这个 但是现在中国人 完全可以讲 的的确确 我在起步阶段 我是学过日本的 比如说这个这个 日本几个厂家 他的技术 我是学过的 但是我借鉴了你先进经验 但是我是在你基础上 又创新了 当年日本人也是这么干的 所以这个没有什么个挑递 现在我们自己这种技术 完全是自主知识产权的 所以这个是很骄傲的